面对9983颗灯泡 这个女人要用意念吸灭她 她这么做可不是疯吗 而是为了拯救两条街区在内的500人 而要求她这么做的 竟然是美国犯罪史上 一个臭名昭著的传奇杀人犯 她在城市里安装了一枚 带有病毒的炸弹 但想要知道炸弹的具体位置 女人就必须用意念完成吸灯测试 菁姐深吸了口气 开始全神贯注地盯着灯泡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周围的所有人都在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幕 时间很快过去了一个小时 第三个很快所有灯泡全部熄灭 大壮也如约说出了炸弹的位置 警方立即派人封锁了现场 并清空了大楼里的所有人 可等他们赶到楼顶的时候 菁姐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这个炸弹的爆破装置 竟然和灯光熄灭测试一模一样 炸弹上没有红线 也没有蓝线 七七四十九根密密麻麻的电线 每一根都连接着一颗点亮的灯泡 不管剪断其中任何一根电线 装置都会发生引爆 现在唯一能拆除这颗炸弹的方法 就是用意念熄灭连接电线的所有灯泡 可菁姐并没有马上拆除炸弹 反而急忙打电话给大壮 原来为了得到炸弹的具体位置 菁姐提前对灯泡动了手脚 而大壮好像早就知道了菁姐作用 此时距离爆炸还剩下一分钟 菁姐让周围的人全部撤离 她打算孤注一掷拆除炸弹 在收拾好心情后 菁姐聚精会神的盯了起来 眼看时间还剩下三十秒 灯泡突然有了动静 一个个灯泡开始按照顺序逐渐熄灭 直到最后一个灯泡熄灭时 时间只剩下两秒 菁姐不敢相信 自己真的有隔空空物的超能力 身后的同事问她是怎么做到的 可菁姐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危机虽然被他们成功解除 但菁姐却十分疑惑 她怀疑这是大壮提前设计好的陷阱 等炸弹时间快要归零时 那些灯泡就会自己熄灭 为了查明背后的真相 菁姐急忙赶回医院寻找大壮 可病床上早就空无一人 墙壁上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鬼 旁边还有大壮给她的留言 一通过了测试 而菁姐不知道的是 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暗中寓